今天呢,有一件特别挫火的事情,真的 我一直想忍,但是实在忍不住 这事都能忍,就不是个男人了 又有一个,北京有一个叫汉顶联合律师事务所 有个合伙人,叫张庆芳 他发了个朋友圈,他这个朋友圈说 13年后,13年之后再次来到这里 上次是会见一个部位的官员,他写错了 他写上部位,就是屁股和脸 他写上这个了,实际上是部位的官员 这次是会见我的老同学王林青 我和老王已经一年七个多月没见面了 他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解释自己 为什么不愿意认罪认罚 希望我帮他找个人权律师进行辩护 我劝他还是认罪 但是要争取自首和重大立功能认下来 他最后也接受了 他还要我代为向崔永元致歉 听说因为我的原因,导致他被封杀 很对不起 我说,崔永元这个人轻诺寡信 说好了和你是兄弟,可以一起死 转脸就只顾独善其身 这个张庆芳 他是谁的同学呢 叫七晓明 七晓明就是最高院的副院长 被中纪委调查 现在关在秦城监狱呢 当时这个七晓明接受中纪委调查的时候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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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叫张庆芳 这个孙子就在他们这个什么北大法学院 酒吧博士同学群里倡议说 我们为七同学祈祷吧 就是你们可能是个样子啊 就是谁运气不好谁先进去啊 我想问的是 你 你是个这个 你是个律师 人家 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告诉你 不愿意认罪认罚 你凭什么劝人家 认罪呢 你怎么不劝他自杀呢 哪有律师 劝当事人认罪的呢 而且这两边骗啊 这个相关部门的人跟我说 说这个老王这个说了 说他贪污了这个多少多少钱 什么几千万说的不热闹啊 你看老王根本就没认 这个老王就是上次我们弄那个罪案 这个这个那个先判后审的那个案子 那个那个矿案 陕西的那个那个千亿矿案 啊 这是那个法官王林青 人家到现在还不决定认罪认罚呢 好样的男子汉 对不对 可是这个律师是什么玩意儿啊 你还凭什么侮辱我呀 什么叫轻诺寡言啊 我因为这个事 我不允许出北京 现在刚允许出北京 不允许出国 连出国治病都不让去 然后所有的媒体不允许我露脸 我失去了这个自由发言的权利 现在只有在油管上能说这么一两句 你是个什么东西啊 所以我在油管上说 我觉得总会有人把这个消息传传给王林青 告诉王林青 我们都惦记着他 没犯的罪 不要认 啊 这个 这个没有人权律师 你自己是最高法院的这个法官出身 你不懂法律啊 对不对 不要轻易跟他们认怂啊 那个网友特别好 网友那天说 说那个 那个刘先生 给你配的这个眼镜都挺好看的 他的眼镜店在哪啊 我们也去配一副支持支持他吧 然后我跟这个刘先生说了 他叫刘晓 他告诉我 你看 他这个叫 博士眼镜 博士眼镜 他们是全国唯一的一家眼镜零售的上市公司 是上市公司 在北上广深 江西 浙江等城市都有门店 有四百个店 但是他说了一个 他说 也有无数个仿茂的店 太正常了 这个在中国 他们把标志换一下 可以大大方方的 这个开门做生意 哎呀 那那你们就记住这个 这个吧 博士眼镜啊 看有这个标记 这就是 这个刘先生的 给大家看一个宝吧 中国汉纸研究发展中心 手工纸样 像雪茄一样 多漂亮 这个我估计很多 朋友可能云里雾里的 说 一张纸 质疑吗 你看 这就是他 这就是他做的纸 你要是看过我的日记啊 你就知道 嗯 香死了 真香 他是用这种 用这个 檀香做的 这种纸啊 这种叫燕皮纸 他这个纸呢 就是过去我们在 古代的时候 就是宋代以后 嗯 慢慢的中国的这个纸 就是 实际上在毕生 发明纸之前 就已经有造纸术了 但是那个造纸术呢 都是 就不成样子的 你做个薄的 我做个厚的 他做个长的 你做短的 基本都做不大 啊 毕生呢 是把他解决了 这个批量生产的问题 啊 他可以 呃 你们看过那个 那个一个槽子 往外端一张一张纸 那个 你们看过那个吧 那个毕生 他解决了这个问题 啊 嗯 但是我们的手工纸 后来就 断档了 就是做的远不如 这个 这个 宋朝 那么好 啊 我这朋友 龚斌呢 他有一次是 这个到四川 那个地方 呃 教 小孩子们 造纸 啊 哎 造出来了 造出来了 就挺高兴的 啊 他就 呃 觉得说 那就造 好纸吧 然后就找了一个做纸的专家 说 这个 想做好纸 但是不知道什么是好纸 那个专家说 那你找对了 我 我告诉你 啊 那个专家说 好纸呢 是 成心堂的纸 就是那个 呃 黄成城 那个字 成心堂 南堂后主李玉 他建的 成心堂 这个成心堂 就是收集民间 和这个 就是民间各个纸访 做的最好的纸 他都把它收集在一起 放在成心堂里 然后让 当官的用 说话加油 最后啊 龚宾花了好多年 他终于把这个做成了 这个纸啊 他最早送我的时候 我都没当回事 啊 后来我在上面写字 画画啊 呃 也没太成功 然后就开始看那个 看书 看这个书 就看这些 这个这个纸 送纸 是怎么回事啊 一看吓了一跳啊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现在的 这个 纸不如他了 就你比如我们写字画画 哎 有一个地方有点淡 拿墨 再蘸一下啊 这个画 那个画机 有一个翅膀 一下没画好 再来一笔啊 你看不出来 在那个旋纸上 你看这就像一气合成的 很稳重啊 就是 呃 很坚实 但是在这个纸上 你就完蛋了 就是说 你如果 在这个 这个一笔上 又描了一笔 他还能看出来 你再描一笔 还能看出来 也就是说 你画五层 他五层都能看出来 五层都能看出来 不是好事 因为不能藏桌 所以你那画和字就露 露像了 就完蛋了 哪笔是没写到为描的 哪个是后加的 都看出来了啊 然后你知道这个纸这么厉害啊 你才知道 为什么 就是 这个宋代的画家呀 包括这个什么明代的清代的画家 为什么他们的画会那么值钱 会那么珍贵啊 他那个就是没有残笔 就不是我们这么图图摸摸的 怎么弄的 真的 像现在的这个绘画书法技巧啊 弄一张纸 我在上面 折腾折腾折腾 折腾他一个小时 怎么也能折腾的有点像样 但是 这个纸上可是 你有什么毛病 都会露出来啊 这个非常珍贵 他是用那个 那个皮锤 一敲打 敲打几万次啊 这是非常珍贵的啊 不知道有没有人喜欢这些 这是我的朋友的 嗯 你们要愿意收藏 我也可以给你他们的那个 给供宾的这个联系方式啊 什么的 我也可以给你 但是这个东西比较贵 因为他确实是手工的 像这个我们拿回来 也就是保存着 嗯 不舍得 也不好意思 在 在上面画 啊 觉得还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驾驭能力 啊 嗯 嗯 我看到那个 我看到那个 黎巴嫩 那个硝酸 爆炸的那个场面啊 真的吓人 啊 但是 但是 其实他硝酸 这么大的爆炸场面啊 我们很很小就知道 因为七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看过一个罗马尼亚电影啊 叫爆炸 爆炸写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他是一个大船上 装满了这个小村 好像我记得是希腊的船 然后呢 船上着火了 着火了那个水手什么的 也都都都都 晕的晕 就不在的不在逃跑的逃跑的 那个船就成一个 这个 这个 鬼魂船了啊 然后那个托马大叔 一家正 滑的小船 在那个 呃 这个多脑河上 正 办婚礼呢 后来 托马大叔就 上去了 上去了以后 然后他们把这个船给 开 离开那个城市了 最后 那个爆炸了 呃 我记得特清楚 那爆炸的冲击波 吹着那个托马大叔 最后是慢动作 那个托马大叔慢动作 跑 要跟他的老伴拥抱 但是老也拥抱不上 老也拥抱不上 就就定格 电影就那么结束了 叫爆炸这个电影 那时候就听说了这个 小三也在影片中看到了 他的那个威力啊 嗯 想不到这个在现实 这个生活中 还还不断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嗯 我看那个资料说 美国也炸了一次 炸了炸死了五百多个人 好像也是这个小三 嗯 国内呢就是我们听到的就是 除了那个天津大爆炸啊 天津大爆炸到现在也没说清楚 都是什么东西炸的啊 我们这个新闻都是没头没尾的 那个鞭炮厂爆炸 特别多 鞭炮厂爆炸 我我认识一个呃 江浙的一个商人 他有一次他跟我聊天 特别好玩 他就特别就是 他那个语气和表达方式啊 就是跟跟咱不一样 他说他一开始这个给村里致富嘛 他就想了一个招 做烟花爆炸啊 所以这个村里就 就是就就家家户户 都做这个烟花爆炸 他有一次他出差了 一回来村子没了 他说的就这么利索啊 村子没了 就是他发生大爆炸了 炸完了 他说我们再不干这个了啊 开始干这个有机农业啊 什么的就开始做这些事了 我认识那个蔡国强先生 就是那个奥运会做的烟花 做那个大脚印的那个啊 蔡国强先生 他在威尼斯啊 那上海外滩呢 做过好多那个烟花 他那是现代派艺术 有白日焰火 白天就能看的 特别漂亮 还有他给他母亲做的那个天梯 炸的是往天上的一个梯子啊 那个我觉得很厉害 那是艺术家这个工匠啊 这个两个都都很都超高端才行啊 他能控制 控制火药 他能控制这个这个火药 能让他成这个漂亮的烟花 还能成美术作品 他有的美术作品就是一点哇 烧完 就是一幅就是一幅想要的一个现代派的画 啊 这个特别这个这个非常有意思啊 嗯 艺术家 艺术家就是 天真浪漫的 嗯 我觉得我们这些俗人啊 不要去管人家艺术家的事 人家画个画 你还觉得这他有什么不好的意思啊 写幅字你还觉得 这个有有有有有什么不好的意思 我觉得有时候有点太太过分了 别管那么多 这个给大家一点这个给艺术家一点自由的空间啊 当然你要除了艺术家 老百姓你也能给一点这个空间啊 让他们能保持一点自己的尊严 那当然就再好不过了 是吧 嗯做不到也可以想想嘛 对吧 所有人都不想 嗯 就永远也做不到啊 总得有人想 甚至要有人想到前面 就想到答案 你不能有留下 男子吗 知道